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议会跟地方选举出现争议 爆发严重的警民冲突 国际中心记者黄宇轩有最新的讯息 拿起长棍不断敲打市政厅大门 另一头大厅内抗暴警察高举盾牌阻挡 这里是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市 当地时间24号市政厅大楼遭反对派民众团团包围 超市政厅丢十块更试图冲入大楼内 塞尔维亚当地时间17号 执行国会和地方选址 执政党在国会获得近半数选票 尽管胜选却遭反对派指控 大选舞弊有做票买票嫌疑 发动示威 24号直接包围市政厅 警方出动抗暴发射催泪弹 这些事情是强调的 今天我们看着一旦的原因 什么是什么事 很多人都做了态度 并没有想到听 并没有看到 什么是什么事 谢谢那些外众务联傑 发明了解采论 知识到什么准备 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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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派杀到市政厅 塞尔维亚总统发表最新声明 痛批暴力绝不退让 示威变成警铃冲突 不过目前尚未传出伤亡消息 而在各地12月25号的节庆气氛当中 加萨中部的马加奇难民营又遭到空袭 最新消息是恐怕已经有至少70个人死亡 那么这事件发生在加萨当地时间24号 也就是基督教里头所谓的平安夜 结果以色列空袭并没有中断 加萨中部马加奇难民营惨遭轰炸 目前遭到至少70个人不幸死亡 而且这是以巴冲突以来 加萨中部遭到的最致命的一场空袭 大批伤患涌入当地医院 那么据加萨卫生部门表示 冲突到现在已经有超过 2万巴勒斯坦民众死亡了 而以色列方面则透露 过去一个星期的地面站 有15名以色列士兵丧命 而以巴冲突如果持续下去 双方死伤人数只会继续增加 而且现在冲突危机的地点 也不止在加萨 甚至不只是在红海 那么现在夜门武装组织胡塞 在红海已经对商船展开攻击 而上周末在印度外海还有商船 也遭到攻势 而且美国指控仍是伊朗出动的无人机 那么被攻击的是一艘悬挂 赖比瑞亚国旗的化学运输船 在当地时间星期六 是在印度外海200海里的地方 遭到攻击而起火 五角大厦是直指 幕后黑手就是伊朗 那么这艘运输船当时正在运 沙乌地阿拉伯原油要前往印度 据说跟以色列是有些关系的 结果过程当中遭到袭击 而这起事件也是伊朗2021年以来 第七次对商船发动攻击 而因为这起事件导致情势再度紧张 有航运公司已经比照 疫情期间的价格在报价 是比两个星期之前的价格 以下暴涨了十倍之多 那么说到眼前这地缘政治全球情势不稳 恶乌战争再加上尾巴冲突 让南韩军事产业一军突起 号称到货快性价比高 自然把很多订单一言再言的 欧美军火商给比下去 而以往客户大多来自东南亚 现在也开始望向南韩的军工业 陆续接下波兰还有澳洲的订单 号称2027年要成为全球第四大军首国 一个热情的拥抱 除了代表南韩以及波兰 在外交上的情谊 更是象征两国在军事上的密切合作 南韩出口的军物不只是符合北约的标准 方便北约同盟军事合作 交付速度也是远远超越其他的竞争对手 由于因应恶物战争军火需求倍增 偏偏欧美军火产量本来就已经追不上订单 南韩军火商就成为另一种选择 去年7月波兰跟南韩达成137亿美元的军售合作 其中包括号称韩版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发射器 已经在8月开始交付 在南韩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2010年到2017年南韩军武出口额翻涨三倍 光是2017年就有132家南韩企业 出口军武到83个国家 交付速度快 性价比高 还有售后服务 让南韩一口气窜身成为全球排行第九的军事出口大国 当初就是因应北韩的军事挑衅 再加上驻韩美军人数大量减少 南韩在70年代开始力拼国防产业 2018年时任总统文在寅大推国防改革2.0 减少仰赖其他国家的进口军物 也打造完整的国防供应链 今年7月南韩军事欧大单更是再添一笔 成功打败德国知名的军火商蓝银金属 拿下澳洲步兵战车的军购案 将协助打造129辆吃贝猪步兵战车 俄乌战火俨然成为南韩军寿的幕后推手 以往向俄罗斯购买武器的国家也开始转单 不只增加许多来自东南亚的订单 东欧还有南美洲国家也开始关注南韩的军火产业 专家分析认为南韩军方与军备工业的关系密切 方便更有弹性地调整产能 并且建立生产基地增加产量 以往需要好几年的整合流程 甚至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完成 趁这波地缘政治紧张之际 南韩野心勃勃 准备成为军武出口大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说到俄乌战争会有这样的发展吗 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国防部的时候 才说会把俄乌战争进行到底 不过现在传出俄罗斯高层表示 其实普京私底下有透露愿意和谈的迹象 那么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 说表面上看起来 普京似乎对于俄乌战争很有信心 不过两名跟克里姆宁公 还有美国都有密切关系的前俄罗斯高官透露 从9月中旬开始 普京就一直透过中间人在释放讯息 说自己愿意进行停火协议 普京可能对于俄罗斯已经占领的领土感到满意 也在设法降低风险 让大多数的俄罗斯人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不过另外一边还不清楚 乌克兰是不是会接受这样的协议 乌克兰才刚修改法律 允许改变传统俄罗斯东正教的节庆 是首次在12月25号庆祝圣诞节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平安夜的演说当中 还表示正义必定会获得胜利 也来看看说到眼前这耶旦节假期 欧美游客现在是挤满各地的机场车站准备要过节 只不过状况不少 连接英法的海底隧道就出现法国工人的无预警罢工 而目前美国西南部可能会有更多降雨 美国东北部则还没有从洪水灾情当中恢复回来 这些都影响交通 同时新冠疫情的新变种JN.1也来势汹汹 专家是估计可能再几个星期 它就会成为全球的主流病毒株 接近耶旦美国主要机场 一早就集满准备返家或出游的旅客 今年截至目前全美航班的取消率为1.2% 相较去年同期的2.1%下降近一半 不过仍让各大航空 尤其是西南航空风景神经 因为本周才因去年让200万游客 滞留机场与美国政府达成1.4亿美元的和解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估计 今年耶旦到新年期间将有1亿1500万美国人 旅行至少50英里远 其中高达9成都会开车 这一家人决定提早上路 全美年底假期的运输高峰 预计会比感恩节假期期间要少 但交通部长警告恶劣天气可能出来较职 目前从加州到亚利商纳州 有超过2500万人面临洪水威胁 同时东北部在周一受强风暴突袭后 部分地区沿水还没消退 有着西州的帕特森 消防队得出动军用卡车才能堵水去救人 至于美国和加拿大数千名空服员 也选在这个时期试图推翻整个航空业的心智结构 要求彻底修改劳动合约大幅调薪 航空业普遍的情况是 只有飞机在移动的时候 机组人员才能领到薪水 不过这个月稍早西南航空才驳回一份合约协议 同样争取加薪的还有联合航空的空服员 在上个星期展开全国示威 阿拉斯加航空也可能在明年发动罢工 来到欧洲连接英法的海底隧道 则一度在二十一号五预警停摆 威胁到许多旅客的耶诞计划 主要是因为法国的工人 不满公司发放的一千欧元奖金 只有原本工会要求的三分之一 于是发动突袭式罢工 造成至少三十半欧洲之星列车取消 不过索性这场罢工 在当天晚上就宣布结束 所有交通陆续恢复正常 年底出游除了要多分备案 多点耐心 还要留意新冠变种JN.1来势生生 由于传播力较高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虚留意变异株 已在世界各地快速蔓延 根据美国CDC警官中心估计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期间 全美新冠病例保增一倍多 目前新变种JN.1 已在东北部成为主流病毒 占新增感染的三分之一 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 JN.1会导致更严重的重症感染 或对公共卫生构成 比其他变种更大的威胁 不过做好防护才能避免感冒 逐约等等坏了美好假期 TDA新闻总和报道 也来回过2023的成绩 美国知名葡萄酒产区 纳帕谷酒商就宣称 因为今年葡萄大丰收 所以无论红酒白酒 2023年都是最好的一年 至于在欧洲呢 因为物价偏高 不少资深酒客 舍计奢华的香槟 改喝单价比较低的 意大利气泡酒 只不过耶旦前应景的 热红酒不能省哦 只有酒商推出热红酒新配方 为自家产品拓展销路 一年一度的耶旦节到来 除了有闪亮耶旦树 耶旦老人和大批欢乐群众 更少不了一杯暖呼呼的热红酒 欧洲人饮酒的味蕾 不断在改变 其中一大不可抗力的因素 就是高通膨 让原本喜爱香槟奢华感受的酒客 也改喝价格较实在的意大利气泡酒 Prosco 根据统计 以香槟闻名全球的法国 今年前11个月 超市的香槟销量已经比去年锐减超过两成 同顿期间 意大利Prosco的销量增加超过9% 就连被视为香槟替代品的法国气泡酒Cremont 销量也提升4% 英国不遑多让 他们把黑刺离青酒 这个曾在17世纪风靡全球 由青酒和黑刺离浆果制成的传统利口酒 变出新的花样 例如耶诞时节限定的热黑刺离青酒 我们将来加一碗黄酒 然后我们将来加一碗黄酒 酒商也建议民众可以用黑刺离青酒 自己在家尝试 无论调出什么口味 最重要的是玩乐和实验精神 至于对威士忌情有独中的印度 也正从消费大国的身份 转变成两造大国 当地这间酒厂雅木特 从80年代就开始蒸溜威士忌 尽管他们已经把产量提高三倍 但还是跟不上需求 如今印度威士忌开始在国际舞台打响名号 尤其在今年的世界威士忌大赏 成了最大赢家后 引起多间欧洲知名酒厂的注意 这个月全球第二大的烈酒生产集团 发表在印度就地酿造自己品牌的威士忌 每瓶售价50美元 未来计划扩大到杜拜等其他各国贩售 对印度本土新兴酒厂来说 要跟国际大厂牌竞争 靠的是数量而不是价格 而这策略似乎奏效 根据统计 印度生产的单一卖亚卫士忌销量 在2021到2022年暴增144% 不止烈酒 全美最知名葡萄酒产区纳帕谷 酿酒业者齐聚一堂 庆祝2023年葡萄大丰收 酿酒业者深信 2023年份无论红酒或白酒都是一流 因为今年葡萄的活力度和复杂性绝佳 不止酿酒业者赞叹 当地700位会员的 纳帕谷葡萄种植者协会 也一口同声宣称 2023是最优质的年份之一 万众期盼的2023年份 没酒 尝起来是什么滋味 一到三年后见尊商 TV生中的报道 而眼前要烘托佳节气氛 欧美民众也通常会在家里头 准备一颗圣诞树 只不过根据美国圣诞树协会统计 今年计划买圣诞树的消费者当中 接近77% 是倾向选择人造树 这个为什么呢 来看TVBS新闻合作伙伴 ABC新闻的报道 庆祝圣诞节要买一棵真树 还是人造树 话题在TikTok上的观看次数 接近10亿 美国这位民众上来只买真圣诞树 去年她的母亲第一次买了假树庆祝 结果今年 根据美国圣诞树协会统计 今年计划买圣诞树的消费者当中 接近77%的人倾向选择人造圣诞树 方便组装外观一致和容易维持是他们选择的主要原因 但是圣诞树专家表示 对保护环境来说 真树才是最佳选择 买真树还是人造树 端开每个家庭的选择 但今年因为干旱以及加拿大野活等因素 导致圣诞树短缺 部分圣诞树农场只能含泪关门 纽约长岛这间圣诞树农场表示 由于没圣诞树可卖 这是他们开业30年来第一次 不得不在圣诞节挡旗放大架 美国人家中若是没有圣诞树 就少了过节气氛 看看这个统计数字 想买圣诞树不一定只能在圣诞树农场 走一趟美国国家森林 砍树同时有助于保持森林健康 在其他森林 砍树也能防止野火 甚至保护兵临灭绝的物种 全美各地的国家森林 都提供线上圣诞树许可证 最便宜的只要5块美金 T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眼前极端气候是让天气冷起来 是一下子非常冷 上周末的极地窝旋 就让山东危海出现冷流雪 上海的出现40年来同期最低温 全天市区最高温只有零下0.5度 连向来温暖的广东 气温也降到10度以下 这波寒潮是让全中国大陆 九层面积都处于冰冻 销手上的这个石块丢上去 基本冰层也不会破裂 不只是河面冰冻 在上海青埔区的湖畔边 桥面下树梢 还有停在一旁的小船 接了大小不一的冰锥 上海周四全天市区最高温 才零下0.5度 有一个子冷 前一段时间11月份的时候 天气感觉到根本不像近冬天的感觉 这一下子冷了 人体就感觉到有点吃不消 有点干浪 有点像北方的气息了 风很大 你看你现在吹着脸 你就嘴已经张不开 瞬间转冷 而且冷得很有感 上海周波低温预警 已经超过24小时 周五市区最低温 甚至到零下4度 州区更只有零下7度 数据显示了近40年以来 12月下旬 学家会站没有出现过 持续5天最低气温 低于零下一度的天气 此次的持续降温是超长待机 连向来温暖的广东 也迎接近十年来最冷的冬至 全省周五气温均在10度以下 其中人化线最低气温是零下2.4度 全广东最冷 在山东则是因为强冷空气 经过暖湿的黄海与渤海海面 形成冷流雪有如北极景象 立即调度各清雪格阵单位 所有的500渔台清雪停下设备 毫无一参渔民清雪人员 已全部出动 全人出动清雪 但暴雪强度大 时间九 山东危海三天下来 积雪超过70公分 突破历史机枝 最近这段时间 寒潮在西伯利亚堆积 给南下制造了先决的这样一个条件 而最近北极的漩涡也分裂成为两个 其中有一个就在西伯利亚的上空 随着北极漩涡的靠近 冷空气是倾斜而下 未来三天 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仍将处于冰冻状态 低温领度线将持续南压 至贵州南部到华南北部一带 代表全大陆约九成面积将被冰冻 那么冷的天气在甘肃青海因地震而无家可归的灾民 更令人担忧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楼道铺满了墙体碎块 墙上是大面积大面积的墙体剥落 大陆央视记者随着专业人员进到当地 被判为围楼的政府机构 而当地像这样被强震阵列 甚至坍塌的建筑物占到近九成 保住了性命 但居住成了大问题 灾区有部分地方开始搭建 相较帐篷更能长久安生的采缸房 每间房间大小大约五坪左右 配置火炉 床和日常生活用品 由于地震也让当地学校建筑物受损 要让灾区孩子能继续学习 帐篷成了临时课堂 帐篷里目前空间所限能达40到50名学生 考虑到附近这些村子还有好多受灾的 孩子可能会逐渐增多 我们计划下一步搭设两到三个帐篷 灾区有帐篷小学 不过也有灾民抱怨 从地震发生至今还没有安身之所 没人挤进撞篷的灾民 只能拿正坏的门板可难遮风 在户外烧柴火去暖 但就怕余症再来 周四凌晨4点多 当地又再发生规模4.1余症 强症之后 官方救灾安置能力持续受外界关注 TP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追踪第一线 我们继续聚焦中国大陆 刚刚的报道看到 有不少人是戴着口罩防寒 也防呼吸道疾病 不过大陆防疫专家钟南山却说 造成呼吸道疾病增加的原因之一 就是长期佩戴口罩 这话怎么说呢 我们把镜头交给北京特派记者林明珍 中国大陆由于呼吸道疾病升温 大陆国家疾控局近期是发布了 戴口罩的指引 要求前往医疗机构 以及脆弱人群集中场所 要佩戴口罩 并且是建议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进入人员密集的场所 都要佩戴口罩 不过这时候陆媒就报道了 大陆的防疫专家钟南山 他在一场医学的讨论会上说到 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常规的原因 就是因为天气突然变冷了以后 鼻黏膜容易免疫功能降低 那么病毒就容易进入呼吸道 第二个是因为长期佩戴口罩 使得自身免疫系统 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降低了抵抗疾病的能力 那么钟南山他还提到 除非是出现了病毒大流行 或者是前往人群聚集的地方 否则他不是特别主张 长期的佩戴口罩 中国新闻网也报道 大陆今年是流感新冠病毒 梅浆菌肺炎等多种呼吸道感染疾病 同时流行 那么不少人是多次感染不同疾病 出现了像发烧还有咳嗽等症状 免疫力降低也是原因之一 复旦大学教授江庆武表示 过去人群的免疫水准是自然感染 和疫苗共同形成的 这两年接种流感疫苗的人数 是低于往年 此外疫情防控措施 在防住了新冠传播的同时 也一定程度防住了流感的传播 流感在这段时间的自然感染率也降低 人群流感免疫水准 也因此呈现比较低的状态 那么程度目前呼吸道疾病 在大陆大流行的情况 大陆国家卫健委则是多次的强调 目前流行的疾病 都是由已知的病原体所引起的 而且都有相应成熟治疗手段 还没有发现新病毒 好 而说到人群聚集 接下来在跨年之后最大的一场 就是农历新年 联合国大会才通过决议 要把农历新年定为联合国假日 只不过今年在中国大陆说是除夕 也就是2月9号那天要正常上班 没有放假 也请敏珍带我们看看 现在大陆民众如何反应 联合国大会第78届会议 以致通过决议 将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的假日 联合国总部和世界各地办事机构 庆祝的假日都是由联合国大会来批准的 每年一般是有9天 10天是法定假日 一天是浮动假日 目前农历春节有希望成为 第8个浮动假日选项 让联合国总部员工择一来休假 那么10多年来 联合国总部的大陆职员 跟大陆代表团 一直是推动将春节列入浮动假日 过程中不少大陆职员是建议 不要使用中国新年 而是以农历新年 因为这样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亚洲国家支持 那么最后是有12个会员国来提案 那么有数据来显示 全球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 是以不同的形式来庆祝春节 联合国秘书长每年都在春节发表贺词 向大陆和所有庆祝春节的各国人民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不过大陆民间对于这件事 则是有不同的意见还有看法 有网友开心的表示 全世界一起过春节 是大陆文化的输出 是强大的表现 但也有网友不买账 留言表示 官方是希望大家过农历春节 但为什么2024的除夕 正常上班不放假 好 就看后续如何发展 接下来我们也用一些时间 一起来掌握东南亚几个最新动态 首先是由中国政府推动的蓝媒合作 第四次领导人会议 12月25号以视讯方式举行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跟柬埔寨 辽国 缅甸 泰国 还有越南等湄公和五国领导人 共同出席 另外泰国政府提出的 陆桥交通基础设施开发项目 将聚焦中国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还有沙烏地的投资者 让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担心 会对两国货运带来影响 而其中中国大陆的态度 左右三国的决定 还有是泰国外送平台LineMan 总结2023年美食数据 其中发现中国菜来势汹汹 所以他们把今年誉为麻辣之年 而凉拌起母瓜 是维持去年的冠军地位 成为今年最受欢迎的点餐选择 也来看 泰国普及市迎接2024年 官方与民间以欢乐色彩词旧迎新 并且在普及三个地方 装点充满普及特色的打卡点 你们要说到打卡 耶旦佳节不少人会到充满 耶旦气息的灯视景点拍照留念 不幸的是菲律宾 有一名女子拍照的时候 坠落灯海触电昏迷 虽然紧急送医 还是宣告不治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南韩因为极端寒流 民众用电量暴增 市中市一家公共草堂 却传出用电意外 一次是电线短路 结果有三名女子在泡澡的时候 突然惨叫 然后陷入昏迷 紧急送医还是全都宣告不治 电门口拉上封锁线 调查人员在现场进出 南韩市中市这家公共澡堂 清晨发生 三名七十多岁的妇女 在泡澡时 因为不明原因触电 三人被发现 心脏揍停 警方初步调查 发现三人都曾在热水 迟泡澡 有民众说 水中感觉 有电流通过 事上澡堂所在的大楼 有三十多年历史 现场电源插头外漏 疑似是电线短路 才酿货 这也让当地人很担心 没想到常去的澡堂 竟然藏死亡陷阱 海流长行南韩 灾情频传 首尔降至零下13度 高龄的长辈根本不敢外出 感冒体温过低或冻伤 全国近百起 就连记者连线也冷到受不了 更直击 汉江被冰封存 南水表因为结冰爆裂 全国至少三百起 甚至还有水管 因为结冰而回损 在台湾上周末寒流和 欢山降雪 吸引了不少东南亚游客 不过昨天傍晚 在南投仁爱乡 台十四甲县 梅峰附近 有上雪游客的车辆 摔下三十公尺深的山谷 电关当中 花了好几个小时 才把八个人都救上来 都是来自菲律宾的游客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而驾驶的说法是 刹车突然失灵 但我小心翼翼把伤者 从车底拖出来 消防队员带着头灯 站在草丛堆里 把握时间救援 因为还有其他游客受困 小心喔 小心 那一条 另一条 另一条 还有一批员负责拉绳索 准备将伤者 从边坡底下脱掉上来 好 要拉了喔 来来 准备了 来喔 好 拉 慢慢的 天色越来越暗 山区海企浓雾 事件不良 增加救援难度 消防队一共花超过四小时 才将受困游客陆续救出来 电影在南投县仁爱乡 台十四甲县 十五点八公里处 一辆销行车 坠落三十公尺深的边坡 车上一共八人 除了司机 其他三男四女 都是菲律宾籍游客 来台湾旅游五天 二十四号上山看雪 结果在下午四点多 下山的时候擦撞护栏 造成翻车意外 商行车几乎全毁 消防道场先救出五人 其中三人卡在车底下 最后才获救 都有骨折和擦伤情形 紧急送医 两个一个是受困在车厢内 那也脱困了 然后一个是被车子压在底下 那目前已经也脱困了 那目前在做三幻固定中 等一下会用拖拉方式 把它拉上来 肇事的三十三岁驾驶公称 当时刹车失灵 引发意外 受困的七名菲律宾籍游客 其中一人体重超过一百公斤 是最后一个脱困 幸好都还有意识 详细车祸原因还要厘清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而海冷当中选战倒是热乎乎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赵绍康 请台北市长蒋万安助阵 一起前进屏东升绿选区 指导评通森率跳仓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160公尺的大进场 紧握每一双手 感受之趣者满满热情 刚刚要进来的时候 苏院长就说我们有160公尺 结果都差一点走不大 哇 但是这么热情 两边手都快握断了你知道吗 真的真的 哇 抓很热情 每一双每一双手 每一双手都代表着 大家对我们的托付对不对 从恒春再到东港 晚间赵绍康到东龙宫 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体拜庙 特地南下辅选要争取 妇女跟年轻人选票 蒋市长的魅力十足 尤其年轻选民 妇女选民都非常喜欢他 我想他到处帮我们加持 来发表证件 然后拜访都是非常大的加分 跟你讲我要来屏东之前 很多朋友告诉我 哇 屏东这里深绿选区 是国民党艰困选区 我要再次的跟所有的 相亲好朋友讲 没有哪里是永远的艰困选区 侯康配屏东肇事大会 不见侯友一道场 赵绍康说两人南北分进合集 蒋万安也特地在伴料结束后 深入地方夜市扫街 大家好 蒋万安是这个人啊 为了争取更多选票 蓝营分散打游击 全台跑透透 在剩下的20天全力冲刺 TPS新闻 专属流选 SG小组屏东报道 很巧的是民众党总统候选 柯文哲昨天也在屏东 他是跟副手搭档吴新莹 一起在恒春开讲 扛爪被柯文哲的大气球 从富贵角走到屏东 恒春的最后一礼路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跟太太陈佩琪与支持者们走了两个小时 用这么少的资源 可以一路打到这里 还在三分天下 这个实在是要感谢非常非常多的人 这个扛气球 从富贵角灯塔一路走到恒春 走了15天 我常常讲说 一个人走得快 但是一群人才走得远 晚间跟副手搭档吴新莹到恒春开讲 柯文哲再度对国民两党开炮 民进党在八年前要上台的时候 其实我也支持他 但是他们这一阵八年以来 我好感觉 以前国民党没解决的问题 他也没解决 但是贪污更严重 有人问我 国民党嫌民进党 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说国民党吃相还好看一点 柯家军深场打空战 现在积极部署陆军到绿票仓抢票 也不忘喊话监票部队 他们要做票就停电了 但是现在 直接把你剪掉44秒就好了 我希望我们这边选戏 监票部队有机会 拜托大家再去报名参加一下 今天人家说无心营 就是无心营赢 可是我听电视这样讲 奇怪 我稍后我妈妈说好 所以希望能帮主席 带来一份好运 用名字嫌疑梗 替柯英佩带来好运气 无心营晚间也提出不少金融证件 要向选民喊话求知取 提变新闻 叶凤达屏东报道 开业了18年 在台北市的信义成品书店 因为租月到期 在平安夜正式洗灯了 大批民众前往拍照道别 而且越晚人潮越多 每一层楼都爆满的盛况堪比跨年 而这业者统计呢 这最后的周末假日 吸引了超过15万人潮 也打破历史记录 5 4 3 2 1 24号平安夜晚间十点半时间已到 信义成品正式熄灯 大楼瞬间关灯 地标不再闪亮 变成灰黑一片 让许多民众拿起手机抢牌 记录着历史的一刻 晚间的信义成品走进室内 每一楼层手扶梯通通被人潮塞爆 几乎比跨年还要拥挤 连外面交通也大塞车 很多人开车想来朝圣 却动弹不得 业者统计 周末两日 吸引超过15万人潮 破历史记录 店内是集满人潮 那么呢 可以看到呢 留言板上也都已经贴满满了 上面还有人是忍不住写下 谢谢你陪伴了我的青春 今天来这里都是为了跟她道别 就觉得蛮感动 还有书迷忍不住哭出来 因为18年来 吸引净良一人次造访的信义成品 陪伴大小朋友一同成长 也有超过2000名员工 用青春见证这间店的变迁 就连董事长吴敏杰也满满不舍 心情确实有点复杂 会挑选一些点别出来做 周末的24小时的营运 因为房东统一集团 规划收回原址 打造新百货 让信义成品不得不说再见 看看先前Kigetsu敦南店 1999年启动全球首间 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 2020年洗灯后 信义店接棒 加入音乐馆 身先超市 接下来24小时书店 将在2024年1月20号 传承给松烟店 改装后图书总量体 扩大三倍 而中间28天 由南西店代打 预期未来松烟店 和台北大巨蛋相互回应 我会对东区带的人找 我带3到5成左右 东区许多商店 急着想解决缺工问题 规划延长营业时间 来迎接这波商机 夜猫子营运战线火热开打 各节关注 TV的新闻董教授旅游宣 台北上门到 而明星们的平安夜 是有满满感动 像天后蔡依林 就跟粉丝一起扮夜淡趴 粉丝的深情告白 还让蔡依林一度飙泪呢 至于在南韩的周子瑜 是为粉丝线上翻唱歌曲 所以要让大家的夜淡节都不孤单 现唱最新单曲 嗨翻全场 歌手蔡依林姬2016年之后 再次举办小型见面会 在24号跟大家平安夜见面 邀请大家一起穿上丑毛衣来过夜淡节 而和歌迷交谈过程当中 有人向她真情告白 让酒令一度落泪到说不出话 有你真好 天哪 好像妈妈看孩子发表会 给予当妈的歌迷 献上大拥抱 成为暖心夜淡礼物 更透露近期都在忙新专辑 而镜头来到韩国 台湾女孩周子瑜 也献上夜淡礼物 发上美照跟宠物合照 甜美嗓音让人心暖暖 周子瑜Cover耶淡歌曲 HELL BTS防弹少年团的成员Jimmy 就算人在均营也有动态 MV充满BTS各种回忆 在耶诞节成为粉丝思念寄托 等了两天点阅就破600万 是送给ARMY的耶诞礼物 不止如此 她前阵子发行的作品 也获得更多排行肯定 Let's go below zero and high from the sun I love you forever and we'll have some fun 另外BLACKPINK的JENNY 又翻唱歌曲 事实上她24号也正式宣布 自己创立个人厂牌OA 但于合约签给YG之外 还自己当老板 让粉丝得到最好的野胆惊喜 TVN新闻小明镇 里面继合报道